满开的樱花在灯光照射下更加梦幻 日本商音季节东京色谷的樱花隧道 吸引许多观光客 但也造成观光公害 有些民众积极把手机放在马路上跟朋友拍照 还有人架起大三脚架十分危险 游客各种脱续行为 劝导也不听让当地民众不堪其绕 商音活动主办单位不得已直接取消点灯活动 不过除了不守交通规定 还有游客乱丢垃圾 美丽的樱花树下居然堆满垃圾 有住在附近的民众本来要来公园拍照 但看到成堆的垃圾后只能放弃 公园特别请来回收业者 花了超过四个小时才把垃圾清完 日本湘川县的十尾八番公是知名的赏银景点 不过最近工作人员发现 居然有人偷捡樱花树枝 而且切口有十个以上 目前凶手还没有抓到 工作人员也特别呼吁赏花用眼睛享受就好 不要捡樱花带回家 东森新闻国家新纵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银景点